肖战目前正在一场参与电影《德显景致》的剧本雷独 这部由正午阳光出品的电影备受关注 而何山瑶的爆料更让粉丝们对肖战在剧中的表现充满期待 集团公司经理何山瑶表示 《德显景致》仿佛是为肖战量身打造的 公司对肖战的各方面都非常认可和信任 作为一位备受欢迎的演员 肖战的演技、实力和影响力都未受认可 他的加入无意为这部电影增添了更多亮点 肖战的粉丝们得知这一消息后 纷纷表示对他的祝福 并期待他能再具足一切顺利 同时,大家也对这部电影充满了期待 希望能够早日看到肖战在其中的精彩表现 然而,目前网上流传的关于电影的路透信息 均未经官方证实 我们还是应该保持理性 一切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 相信再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能看到肖战在这部电影中的精彩表现 此外由肖战主演的电影 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自开拍以来就备受关注 这部由徐克导演 中影集团出品的电影改编自金庸的经典武侠小说 讲述了郭靖成长为侠之大者的故事 中影集团董事长傅若清曾表示 肖战是饰演郭靖的最佳人选 这也让观众对这部电影的期待值更高 虽然电影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至今只有一张官方海报发布 但从光明日报发布的关于中影集团的相关文章中 我们得知电影已经杀青 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与观众见面 这部电影的后期制作非常严格 特效要求也很高 力求呈现完美的效果 因此暑期档位能如期上映 但寒假档或春节档上映的可能性很大 武侠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大侠梦 中国武侠电影在世界影坛上读数一致 深受各国人民喜爱 然而近十几年来 中国武侠电影陷入了青黄不接的局面 没有一部有影响力的大荧幕作品出现 此次徐克导演和鼎刘肖战的合作 可谓是强强联手 备受期待 徐克导演将如何打造一个 现代科技与传统武侠相结合的新武侠世界 肖战将如何塑造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郭靖形象 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 期待肖战饰演的郭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肖战的顶级资源让不少人阴陷不已 合作对象多为业内资深人士 如徐克 韩三平 郑小龙 侯洪亮 蓝小龙 孔生 傅若清等 这引发一些网友的调侃 称肖战及其七个老头可以召唤山龙了 但肖战的粉丝对此并不以为意 反而认为这是肖战实力的体现 毕竟 在影视寒冬的当下 能有如此多的好资源 足以证明肖战的优秀 事实上 肖战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的努力和实力才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 期待肖战未来能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当夜目低垂 霓虹闪烁 城市的喧嚣与寂静交织成一幅幅流动的画卷 在这片光影交错的世界里 一位金贵公子悄然登场 他的出现如同一道滑坡夜空的流星 瞬间点亮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就是肖战 一个将广告大片演绎成电影质感的奇迹创造者 在与YSL护肤鞋守不住第三个年头之际 肖战再度以他独有的魅力 为品牌带来了物与伦比的视觉盛演 肖战与YSL的合作 四十字中都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魔力 每一帧画面都仿佛是从电影中截取的片段 充满了故事性和艺术感 在最新发布的广告大片中 肖战身着深邃的夜色 一头线定版长发随风青阳 眼神中流露出的不仅是对美的追求 更有对生活的深刻洞察 这种奴特的气质 让他在镜头前三发出一种超越寻常的吸引力 让人无法一开视线 将广告拍摄成电影质感 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精湛 更需要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物特质的精准把握 肖战与YSL的合作 正是这种艺术与商业完美融合的典范 每一处光影的处理 每一个镜头的切换 都在无声地讲述着一段段关于美 关于梦想的故事 这样的广告不仅让人赏心悦目 更能在心灵深处留下深刻的印记 从初次合作至今 肖战与YSL已经携手走过了三个年头 这三年 对于双方而言 都是一段充满挑战与收获的旅程 肖战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才华 赢得了品牌的高度认可 同时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时尚偶像 而YSL则借助肖战的魅力 进一步巩固了其在高登户 副市场的领先地位 吸引了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 三年来 每一次合作 都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与蜕变 这份深厚的默契 是任何数字和荣誉都无法衡量的宝贵财富 在商业世界里 能够找到一个既符合品牌形象 又能带来巨大商业价值的代言人 就像是抓住了财神爷的手 肖战之于YSL 正是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存在 它不仅拥有这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 它的形象与YSL的品牌理念不谋而合 二者相得益彰 共同创造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市场奇迹 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 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的日子里 肖战与YSL还将携手创造 更多令人惊叹的佳话 续写属于他们的华丽篇章 肖战与YSL的故事 是现代商业合作中的一段佳话 它告诉我们 当品牌与大言人之间建立起深厚的信任与理解 就能够激发出无线的创造力 共同铸就辉煌 在未来的道路上 让我们期待肖战与YSL 带来更多令人惊艳的作品 继续在光影交错的世界里 书写属于他们的传奇 据说 这次合作的灵感源自一个偶然的午后 YSL的创意总监在咖啡馆 泄厚了肖战的海报 瞬间灵感如同咖啡香气般阴云生腾 为何不让这位 充满无限可能的年轻演员 来诠释YSL品牌的独特魅力呢 于是 一场精心策划的跨界合作就此展开 团队为了制作这部广告中的电影 投入了大量资金 他们从场景的布置到光影的运用 每一个细节都力求达到完美 肖战本人也全心投入 不仅深入研究品牌历史 还亲自参与讨论 并贡献了许多创意 在拍摄现场 肖战时而扮演都是牙皮 在霓虹灯的映衬下漫步 有石油化身复古绅士 再就时光中穿梭 每一个转身 每一个眼神 仿佛都在述说一个故事 令人为之倾倒 广告已经发布 网友们纷纷展开想象力 有人评论到肖战的演技 是不是要转行当导演了 镜头感实在太强 还有人调侃 YSL花了多少钱请肖战啊 简直请了各票房保障 更有甚者直接搞辟图 把肖战辟进这种电影海报 并配文 肖战的YSL奇遇季 年度最佳影片预定 时尚与演技交汇 肖战的多重人生 实际上肖战能够将此次广告大片呈现出电影质感 离不开他多年来在演艺道路上的魔力 自偶像团体出道以来 他跨解成为演员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无限可能 他不仅能驾驭古装剧中的偏偏公子形象 也能诠释现代剧中的复杂角色 每一次角色的转换刀令人眼前一亮